陳曼麗議員 接著請陳曼麗議委員 謝謝主席 我要請主席邀請大法官 貝提名人呂太郎先生 請呂貝提名人 委員好 呂先生好 我想就是你在法界已經工作了非常久 26年的一個經驗 那我非常覺得這樣子的資歷 應該是受到總統還有提名小組的一個肯定 那我在這邊想請問一下 我在你的經歷裡面看到 你有參加司法改革委員會 還有司法院定位推動小組的委員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你在這兩個位置上面 你做了哪些的共性 還有你現在的一些的想法 是 第一個司法改革委員會是施啟行院長實在召開的 他是比較廣泛的討論議題 那從這個法官的任用淘汰 司法行政監督法學教育分四組來處理 那當然我們在這個司法改革委員當中有很多的建議 那後來也落實了 譬如說其中最重要一點 我們現在的憲法徵修條文裡面 關於司法概算獨立入線 當初我在司法改革委員會提案 後來經過委員通過 大家一起推動就完成 譬如說關於庭長任期制 這樣的一個確立 譬如說裁判書送會制度的廢紙 就是說以前的裁判書寫完要先給院長看過 這個在國外是不可想像的 那在思想院長時代都透過司法改革委員會的決議 因為司法改革是我們在這個國家的 或社會裡面的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那我想是說這些的改革呢 就是說如果是說您有機會 進入到這個大法官的系統裡面的話 你是不是會把這件事情 也當成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去完成 那當然 那另外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過去台灣的社會 其實變動得非常快 所以呢 我們的社會上面的議題呢 就是說 我看到你的相關的資料裡面 你比較沒有看到 這些社會議題的意見的表達 那我現在是不是可以給你一個機會 你對於一些的 跟庭長有相關的 過去曾經關注過的社會上面的議題 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是說 你關注過哪一些的議題 跟委員特別報告 因為第一個在沒有擔任行政職務的時候 基於法官有一個很基本的職業倫理 叫法官不渝 我們也有特別規定 法官不得就別人的案件進行評論 第二個擔任司法行政 因為對法官有監督權 那更謹守這個分距 因為一個秘書長 就某個問題來發表意見 那因為我們現在目前社會上發生的問題 除了在大法官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毫無影響以外 其他的各省級 不管你是行政的民事的刑事的訴訟 法官都受到司法院的監督 所以就非常的忌諱 但是在各個法案的推動當中 其實委員也長期非常關注 比如說婦女兒少的這些權利 這個必須在司法院 至少我個人要保持非常高度的敏感度 比如說對婦女兒少弱勢團體的保護 過去也在委員的指導之下 我們也通過很多的法律 那寫成文章 確實我們是比較有一些顧慮 有一些顧慮 怕有一些不當的影響 那在文章方面 我就只是我在學術上的研究民事訴訟 不過自從我擔任司法院秘書長以後 我也不再寫了 我也不再寫 我怕因此影響 所以是不是位居比較高的位置的時候 你反而對於你要去表態的 或者說表達的 或者說言論上面 你會更加的限縮 老實說是確實是有這個問題 那我們很多的意見 我們在行政的位置裡面 會聽到更多元的意見 贊成的或反對的 或者是有一些各式各樣的方案 那我們都要定案以後 綜合各方面最佳的利益 我們才會推出法案的 所以你一下子要表態 跟你持不同觀點的人 可能他就不能接受 他說我都還沒有來 你就先說要或不要 這樣子 所以一般說來 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面 是比較保守 所以這個也是 我自己也是特別關心到 就是說 當你今天變成一個大法官的時候 那你可能更加的謹嚴盛行 所以我反而是不太容易看到 您的一個表現 所以我其實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您認為大法官的績效 要怎麼樣能夠讓社會大眾來做評斷呢 那績效這件事情本來在 就有各種不同的觀點 目前一般 如同剛剛我們周園員提到 在許院長就任以後 已經有35號解釋 這是破天荒的多 破天荒的多 那以前大家覺得沒有績效 最主要是我們四線制度的問題 因為你要解釋一個法律和限也要三分之二 所以非常多社會有真理的案件都卡在那裡 他沒有辦法達到核限也沒有辦法達到違限 所以感覺解釋出來的這個比較少 比較少 那我們可以想見說一個法律的問題會到大法官去 那一定是很有真理 立法院基本上有不大可能通過一個一望集資就違限了 所以這個制度的改善很重要 我們相信在111年新的憲法訴訟法施行以後 因為它只要過二分之一 你怎麼投都會二分之一 所以應該會有很多的解釋案會出來 那個時候應該就很明白可以明顯可以感受到 那我想 因為我們的大法官的任期現在是八年 那如果是說以我比較熟悉的一個案子 就是齊家威先生的對於同性婚姻的一個釋憲案 那他在1986年就開始到法院 後來法院處理不行 然後後來他又走到這個就是大法官的視線的這個路來 那當然後來也看到有一些的性別團體 他們也會提出這樣子的一些的視線的一個動作 那他從1986然後到2017年等於是兩年前 我們的大法官才出了一個試至748號的這個試文 所以呢我們就會看到就是說他差不多經過了30年 所以如果是說我們的大法官的任期是只有八年的話 事實上每一屆的大法官都可以不處理 因為反正就一直拖下去 所以如果是說碰到這樣子的案子 然後我們希望就是說他還是應該要有一個 有一個 績效或者他應該要有一個成果能夠出來的話 您認為這樣子的時間 因為30年其實已經換了好幾屆的大法官了 所以我在想說如果碰到這樣子的案子 您會怎麼樣來做一個處理呢 這個就是說關於大法官辦案的情況 那目前我們司法院已經把這部分公開了 就是哪個案件現在處理到什麼程度 那將來你就可以檢查說 某個大法官在他的任內到底他足筆了 將來因為新的憲法訴訟法上面還要寫足筆大法官嘛 到底在他的任期內他到底足筆了幾件 大概就會知道 如果是以量數來說的話 會不會大家都是要選一些 比較容易操作的案子 比較容易處理的案子 然後來做這個的就是處理這樣子的話 可能就是量數上面就會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其實也是想說一個是量一個是值 所以如果是說是值的這個部分 當然就是說我們會想是說 是不是能夠有一個處理的一個頻段的一個可以被參考的 或者是說我們能夠在每一位大法官卸任的時候 都可以讓我們大家知道說他的任內 他完成了什麼樣的一些的工作或者任務 他的一些的見解對我們國家的社會的影響 會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所以我想說這樣子的一些的部分 不知道您是否有想法 跟委員報告 這個要評量一個大法官他的貢獻度 量值其實都是一個一般性的參考 因為有些大法官解釋很長 但是他的爭議性未必是很多 有些是短短的 他爭議性很大 因為爭議性很大所以就不會太長 太長就解釋不出來等等 那這個當然 關於這個大法官的工作的表現的評量 我自己的前線是這樣子 在各國也都是如此 第一個大法官他是有一定的資格 經過總統提名國會的審查 也就是說他一定是在這一行裡面 有相當的信譽 這樣的一個信譽可以擔保 基本上可以擔保他在工作上面可以努力 因為不然他當了八年大法官以後 人家評價說跟你以前的都不一樣 就不大好 那第二個就透過同裁 法界的同裁的分析 到底這個大法官解釋 這要解釋下來到底是做得好或不好 那一下來可能要五年十年或幾十年 都不斷的被讚良或不斷的被批評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重要的壓力 那所以雖然大法官解釋 本身我秘書案只是練習 不過我很客觀講 其實現在大法官是非常認真的 是因為我們在民間都一直在要求要資訊公開 那這個的資訊公開的話 當然也能夠讓 就是有興趣想要去做了解的人 他可以了解 甚至他可能他也可以來做一個分析 評斷這樣子 所以我在想說這個的資訊公開的部分 未來在這個大法官的整個的系統裡面 你認為有沒有一個空間 讓民眾能夠更了解大法官的一些的進度 這是跟委員報告 目前在行政方面 大法官只要這個案子已經受理以後 他的進度全部在大法官的網站上面都可以查出來 現在到底進行到什麼程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在裁判的這件事情 我們憲法訴訟法規定 把大法官的解釋的制度法庭化 所以法庭化他就有經過延遲辯論 裁判書要大法官贊同不贊同 你的意見通通要在上面表達 所以這個公開的程度 比起我們一向非常嚮往的美國的最高法院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這公開程度都超過 所以將來很容易從解釋文來看出 大法官在這個案件裡面著力的程度 其實那是很公開的 這些全部都會公開 好 那我想是說 因為像我們台灣 就是有些時候 有些國人在海外犯了一些的罪 然後犯罪可能還沒有定驗 還沒有審的時候呢 他可能就會被引渡 那一般來說的話 如果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引渡到台灣來 但是呢我們就看到了 在國際上面 就是有一些奇怪的一些做法 可能把它引渡到中國去 所以我想說這樣子的一些的事情 您認為它跟我們的憲法是有關係的嗎 跟我們的憲法 應該沒有那麼直接的關係 跟一個 國際政治有關係 因為它可能就是說 我們的國家是要保障我們的人民嘛 但是我們的人民呢 很可能就被引渡到不同的地方去了 所以我只想說 這個對於人民的這個 基本的一個保障 應該就是我們憲法裡面 所要去保障的一個區塊 所以我才會想說 這件事情 在您的認為裡面 它是跟我們的憲法 是比較沒有相關聯的嗎 應該沒有那麼直接關係 這個當然是我們要 必須透過 譬如說包括外交其他方面的努力 讓台灣的人民 即使在國外犯罪 也能夠交到台灣來審判 這個可能要透過外交等方面的努力 在法律結構上沒有問題 這個其實衍生的就是說 我們可能就是在 這兩個月大家都非常關注 香港的一個就是逃犯條例 那這個逃犯條例呢 我們就會看到香港人都站出來反對 那但是呢就是說 他以後如果是說 我們的台灣人也有可能到香港 然後呢或者是怎麼樣的情況 然後就被送到中國去 那我想說這個部分 也是讓我們台灣非常非常的擔心 因為呢如果是說 我們在台灣本身就是說 也經常跟這個 香港那邊有一些的互動 那如果是說 香港的這個 逃犯條例通過了以後呢 大家就會非常擔心 所以這一次 為什麼香港那邊有反送中 台灣這邊也有反送中這樣子的一個行動出來 所以我就在想是說 如果是說我們對於我們國家的人民的 身體的 還有就是說我們應該要去保障這個部分 如果說我們在這個國家沒有一個 比較好的一些作為的話 很可能 很可能台灣的人就會受到一些的無望之災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在大法官的這個系統裡面呢 是不是也能夠幫忙想一想 因為剛剛你有講到說 這個可能是外交的事情 或什麼的事情 可是如果是說 我們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論述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很多人就可以扣帽子 那扣了這個帽子之後呢 我們可能在這些事情上面 就沒有一個非常好的支撐點 所以我在想說 這個事情我個人是會認為 就是說有關於我們國家的整體的一個 就是我們國家的憲法 它是一個最高的一個法 所以呢 我們既然是要保障 我們人民的財產 身體上面的保障的話 那這個東西我認為 它是應該要介入到這個憲法的層次 來做一些的討論和規範 這個當然在國際上這個引渡 但有一些重要的原則 幾乎大部分的國家都有這種引渡法 重要的原則是第一個 本國人不引渡 那第二個要引渡到請求果去 必須請求果它是一個法治的 司法公正的國家 這個是當然的 所以當然將來 台灣的司法如果是更好 更獲得世界各國的信賴 認為台灣是一個人權保障很周密 司法非常完整獨立公正的 那它引渡到我們這個地方 回國來結束審判 這個機會信心就會大增了 好 最後我想請問 就是說 雖然你還沒有成為大法官 但是我相信 對於這個大法官現在的 就是所有的案件 大概也都差不多有了一個了解 你有沒有想要去完成什麼樣的案子 然後呢 也許現在已經有人在承判 但是可能會拖延 但是如果說有一些的有機會的話 是不是你在這個部分也會挑幾個 對您比較有想要去投入的案件呢 這個跟委員特別報告 司法的分案的規則 跟一般的行政不一樣 一般行政這個主管或首長 可以只分這個案子給誰辦 司法最重要是透過一種抽象的 不確定的方式來分案 所以司法裡面基本上不被容許的就是 法官搶著來辦 或者是指定某個法官來辦 這個在一般學說上稱為法定法官原則 所以要拿什麼樣的案子來辦 然後看你手上有什麼案子 當然第二個問題是說 即使不是你主辦的案件 因為做成憲法的解釋 是全體大法官都要參與的 每一個人都會在各該案裡面充分表達意見的 所以跟主辦不主辦 應該也沒有那麼大的關係 我想將來如果能夠獲得大院的同意 我希望我心中有一些想法應該可以付諸實現 是 所以我想就是說 我們其實對於這個大法官有一些的期待 因為這個可能在我們很多的這個紛爭裡面 都會在大法官這邊示現 然後讓我們大家知道是說 這些事情它的一個最高的一個論述是什麼 然後把這個解釋文讓大家能夠看清楚 那最後呢我想跟你談一下就是說 因為你剛剛說我是對性別 還有就是兒童的事情有關心 其實我最關心的其實是環境的議題 那我們知道說台灣的環境 其實這幾年有些地方有改善 但是呢還是有很多的問題 那民眾當然就是說 會希望能夠用很多的公民參與的手段 能夠讓我們的這個進入到法院的程序 甚至有公民參與到訴訟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說你對這些事情的看法是怎樣 基本上公民訴訟就是公民團體 純粹以公益的方法提起的 在目前就是在環保法規裡面有 就在環保 水汙染 空氣汙染 土壤汙染 環境基本法 國圖計畫法裡面 就管理環境的部分 幾乎每個法律都設有公民訴訟 而且特別規定就是說 這個被請求的那個機關 必要的時候可以請機關來負擔費用 而不是那個公民團體 公民訴訟如果是說他們走到一個瓶頸的時候 說不定他們又說我們要來視線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想就是說 未來應該是有一些的 既然說這條路是有可能走的 我相信有人也可能會想去走一下 然後瞭解到是說 我們國家對這些事情的一些的 最高的態度是什麼 所以我想說最後在這邊也祝福你 希望你能夠心想事成 能夠成為我們立法 成為我們司法院的大法官 謝謝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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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請洪池庸委員